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这一天,陈时中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火灾后续事宜 一开始就带着次长等人向伤亡家属来鞠躬道歉 并且表示,将会再发放一百万元抚慰金 也承诺伤者后续的医疗照顾会负起全责 记者会一开始,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带着次长薛瑞元 及医服会执行长徐永年等人向伤亡者的家属 鞠躬道歉,因为卫福部台北医院护理之家 上周一凌晨发生大火,造成13人不幸罹难 陈时中表示,他从APEC返国后已经召开多次检讨会议 对于外界关心的火灾发生原因 目前检警还在调查中 要等事实出炉后才会依法就责 陈时中强调 卫福部台北医院将对每位死者再发放一百万元 协助家属处理后续事宜 至于伤者后续医疗也会负起全责 而每个死伤家庭也持续派一名专属志工 给与关心和沟通 离难者家属周日发表联合声明 除了表达不满,院方至今仍没有交代事件发生始末 也呼吁政府进行根本改革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遗憾事件发生 记者拉什米吴家宝台北报道 为了要改善空污 环保署新修正空污法 要进一步管制老旧的二行乘机车 与一到三骑的柴油车排放 不过却引发了各地抗议不断 环保署昨天再次举行记者会 表示并非要淘汰 会家常宣导沟通 不过货运同业工会表示 这个问题涉及的层面复杂 环保署应该要渐进推动 否则社会将会打乱 车主将二行乘机车骑上 开到抗议环保署 打算近期剥夺他们的路权 大货车车主也将车开到 环保署门口 集体抗议政府严管排放 而台南市老车车主更激烈 台关砸车 抗议自己的生财工具要遭淘汰 环保署修正空污法 引发抗议遍地风火 上午副署长詹顺贵 再次出面强调 为了改善空污 移动污染源的减污 不得不做 环保署重申会有相关配套措施 补贴老车车主 而且若要加盐管制 也会让车主有时间因应 对此汽车货柜货运同业工会表示 不少人是因为经济困顿 才没能力太还救车 加上现行的靠航制度 让老旧车辆有生存空间 因此这个问题表面上是环保问题 但实际上牵涉生计跟制度问题 改善空污环保署加盐管制固定跟移动污染源 结果从企业到车主民众 再到环团骂声一片 环保署表示政策不会打折 但会加强沟通 只不过选举将近 执政党立委纷纷接到选民陈情 因而转向环保署关切 要求把政策好好说清楚 就怕民怨持续发酵 记者林美林志坚台北报道 台东县嘉明湖登山步道 19号再度有台湾黑熊出现在山屋 索性人熊近距离接触 双方都保持冷静 没有发生冲突 由于短短10天 已经有4起 人熊近距离接触个案 台东领馆处决定 从22号起 要封闭嘉明湖登山步道15天 希望黑熊 闻不到人类的食物 能够返回深山里头 这只台湾黑熊出没的地点 就在台东嘉明湖向阳山屋 山友表示大约是在十九号的晚上 十点多 听到山屋厨房有动静 赶来一看 没想到直接到一只成年黑熊 正在翻找食物 人熊近距离接触 山友保持镇定 发出了声响把熊吓走 连同这一次台湾黑熊 出没向阳和嘉明湖山屋 已经四次了 为了避免人熊冲突 台东领馆处决定 从二十二号开始封闭 嘉明湖登山步道15天 而这期间会请专家学者 开会贡商 短时间先禁绝黑熊闻到 人类的食物 另外会再沿拟 避免人熊近距离接触的方案 而封山期间 已经申请入山的山友 山屋住宿费用 将会全额退费 而且在开放之后 也能够享受优先 申请入山的资格 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第一所原住民实验高中 原生国际学院 昨天正式开学 第一届只招生十位学生 分别是来自泰雅族 跟布农族 创办人马彼得表示 未来招生的对象 以偏乡部落 弱势原住民为主 而学费是比照 公立高中来收费 授课的内容 也跟一般的高中一样 不过 英文跟音乐课程的比例 会比较高 天籁美声合唱 原生国际学院正式开学 舞台上十位学生 就是全台第一所原住民实验高中 第一届的学生 他们说选择就读原住民高中 更能适性发展 而且小班制教学 能享有的教育资源更多 原生国际学院的校舍 目前暂时借用 关渡台北基督书院 学校的创办人马彼得强调 原生国际学院成立 以高中部为主 未来不排除成立国中部与国小部 而主要的招生对象 以偏乡弱势的原住民为主 部落的原住民为优先 如果还有名额的话 我们再开放给部会 因为我们希望照顾的是 部落贫困的小孩 没有在锁定母语的教学 因为孩子们的本质 他们的有音乐的底子 对 所以我们 那既然是国际 所以我们在英语 英文课的比重上 也会高一点 校长邱元梅表示 学校采一年四个学济制 每季收费五千元 不过还会有补助 除了国英树立以外 主要的教学内容 着重在英文 音乐 强调办学是希望藉由教育 让原住民部落脱贫 记者黄略张国良 新北市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